尼克森 爱较真儿的英军上校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泰国 在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战俘营里 来了一对英军俘虏 这对俘虏由上校尼克森带领 并被指派了协助日军修桥的任务 很快他们遭到了日本军官翟腾的野蛮对待 为此尼克森十分不爽 马上就带着军官们集体抗议 虽然被关禁闭虐待了好几天 可尼克森仍然不屈不挠 无奈 齋腾对尼克森说 要是不按时完成造桥任务 我可是要切负谢罪的呀 尼克森说 那你就去死好了 眼看俘虏们一个个消极带中 长死下去一定与死网破 齋腾只好结束了对尼克森的禁闭 尼克森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以后 还真的就叫起身来 自发地组织起手下的军官们 开始科学修建大桥 好让日军对自己领养相看 同时也让他们更好的善待俘虏 与此同时 一名逃出的美国兵正在喊爱面 吹着风抱着大拨妹 却突然被上级派了任务 只好告别了性生活海风 不情愿地跟着小队伍回到了丛林 准备要炸掉大桥 尼克森发现了炸弹的踪迹 甚至还喊来了日本人 在双方开会以后 尼克森直到死前的一刻 还终于想起来 自己其实也是日军的敌人 在生命结束前 帮助小队伍成功引爆了炸弹 关注微信快箱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